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别动我 你看看 我把衣服都脏了 衣服脏了 衣服给弄脏了 脏了 衣服脏了 怎么样呢 好看 我又没想到啊 不是 小孩儿看到 大人也看到 大人也看到 你知道 这个小红梅去谈谈哪儿是什么 它是 从国外回来的 这种人物我怎么能知道 是冯妍妍 我初中那个最好的朋友 你看这 手册上有她 这是她现在的样子 完全变样了都认不出来了 以前说话都说不清楚的 现在这么厉害了 阿姨 我们依金姐现在也很厉害 小红梅这次能来我们居然演出 都可留姐姐的 对 还有之前我在单位 说人欺负的时候 也是依金姐替我出的头 阿姨您真厉害 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 好了 别技术我好话了 她说得对 又不看看你是谁的女儿 对对对 主要是你厉害 阿姨 姐姐有没有带你去 我之前说的那个销琴脚啊 假如 庆功宴不是开始了吗 对对对 庆功宴给忘了 我去走了阿姨 你别去啊 赶紧去看你工作了 送一下你 晚两分钟没事了 我这个地铁就可以了 是在呢 我跟你 阿姨我来了 怎么样 演出好不好 好看 很精彩的 那就行 那就行 我把我妈交给你了 我还有事呢 我可能会晚回去 你们就不用等我了 好好好 那你放心 去吧 回来发飞行啊 走吧 阿姨 给您买了个饮料 这个剧院 不想吃 不想喝的 一定渴了 我给您买了饮料 我不要 常温的 常温的 走 走吧阿姨 我叫我车 走 我 我扶您 我可以 我可以 行 阿姨 您今天也累了 回去泡个脚 早点休息 一见我来等 您不用担心 怎么这个时候停了 好 阿姨 咱慢慢爬楼梯吧 行 包给我 阿姨 我背您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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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八楼挺高的 阿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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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顶着上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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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没事 可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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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去吧 需要吃点什么 来 你去吧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急稍等 不好意思 这有人坐我等人呢 娜娜 我以为你不来了 好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那几瓶了你 我里一瓶 就一瓶 好 好 我看看 好 这 这可是一斤的宝贝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喜欢这些瓶子 屋里都快摆满了 把包给我来 人嘛就是这样 小时候缺什么 长大呀就宝贝什么 她上学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 就给她送这个漂流瓶 结果也弄碎了 好 阿姨您是不是喝这个 喝得不习惯 我给您倒杯水 喝这个没问题 我进屋歇着去了 医景要回来 我会等医景 阿姨 你先要什么 喝了酒 你先要什么 喝了酒 我心情好一点 我心情好一点 你喝了酒 你心情好点了 那事情就解决了 反正你来了 我就开心了 我也希望啊 你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事 可以和我说 你说什么呀 你说什么呀 是说 我妈瞒着我 去做手术 差点在鬼门关里走一遭 还是说 我爸妈现在闹离婚 我怎么都没想到 一见钟情的爱情 现在就能变成这样 还是说 我们俩 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些事 我还老给你添乱 不乱 哪儿都不乱 反正我现在的生活 已经非常乱了 我这段时间 完全都没空想你 我现在是感觉到了 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 它就算个屁 来 干杯 然后 puedes 哪儿 其实我当时说分手 是假话 我是不是让你把东西搬走 也是假话 都是假的 你说什么呀 随随便便替分手 你觉得好玩吗 我好玩 而且我也没有资格说分手 就像你说的 我得来的一切都毫不费力 离开了我的父母 我就什么都不是 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跟你说这些话 我想说抱歉 你别道歉 你说得没错 我也很郁闷 从小就是我的父母 我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爸让我放弃 我手头的项目我就放弃了 他们觉得我做的一切 都毫无意义 我就 任何事情你不想做 你就可以不做 你可以不听啊 没有人可以逼你 做不想做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俩的区别 他说那我特别羡慕你 永远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勇往无前的 什么也不在乎 但是我 我永远控制不了自己 在意别人的眼光 我永远控制不了自己 张啸燕 你不够努力 你不够完美 我还特别怕你迟早 看穿我的普通 我特别怕我和你 想象中的不一样 你确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 差劲的地方 但是我不准你看遍自己 毕竟是我 陶淑娜喜欢了这么多年的 男号 我们其实都是普通的人 我们其实都是普通的人 我们没法要求 事实都那么完美 就像 就像你说的 我怎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 我都不知道 我妈为了我 委屈求全地活了这么久 我 我又不知道他想要什么 还有咱们两个 我也要说对不起 我没有想到你的压力 你的委屈 我觉得我也让你很失望 没有 从来没有 早说那我告诉你 在我认识你之前 我觉得人生就是 学业 工作 但在我认识你之后 我才发现 爱一个人能有这么丰富 这么复杂的情绪 娜娜 原谅我 我们重新开始 我们重新开始 妈 我回来了 你睡着了 睡着了 你真睡着了 真睡着了 从小到大 只要我回家 我妈是不可能安心睡觉的 阿姨今天太累了 让我给太高兴 我给你走 现在有我等你 给你留灯 阿姨当然放弃了 我给你擦碗面吃 累了 睡觉 我是预期术 阿姨已经睡了 最好就不用吵枪他 要不 我们今天晚上 在屋上浆酒一碗 那你抱我上去 我小点 小点 你别吵小点 我喝 我上班去了 吃饭呢 我 我不吃了 来不及了 吃啊 专门给你做的 衣锦起得晚了 你吃剩下的 给它留着就行 你上班我迟到了 我就 我就不吃了 吃 你边吃着 我边跟你说两句话 不会耽误上班的 吃吧 吃吧 周道 阿姨要跟你道个歉 一直以来呢 我对你是不太满意 你的身世那么复杂 我总怕你身上 有你爸爸的影子 我怕你对医景不好 你在心里头 也埋怨过我爸 没有 没有 阿姨 这绝对没有 我也不会成为 像我爸那样的人 最近我也是经历了 不少的事 也想明白了很多 孩子是孩子 父母是父母 孩子不一定就 都像父母一样 就像有的人一出生 就被自己的亲妈给抛弃了 但是 那也能够让她成为一个 最在意孩子的妈妈 可能有的人一生 得到的爱 都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给她的 所以血缘不血缘的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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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你 你爸爸是你爸爸 你们不是一样的人 你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也不能怪你 只能说明你运气不好了 所以你没有错 以前我总是担心意境被骗 怕她选错了人 现在看来 我把我的女儿看低了 你看看她现在 把那个剧院管理得多好 我现在 我这个老太婆是冤枉曹歇心 就像她以前上学一样 我是死拽活拽 不让她跟那个冯妍妍一块儿玩 可是她非不 人家这十几年之后又见着面了 而且还一起合作合作得那么好 是 其实依景她很优秀 真的 非常优秀 是 但是我这个妈总是没有看到你 她既然选择了你 我也要相信她 立凡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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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人说自己长大的 她 也不 我知道 我知道我长大就像打仗一样 怕你的生活弄得也病荒漫乱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有多不容易 能拍一把你长大 这也是妈妈的福分 知道吗 原来 坐 坐 坐下 坐下 阿姨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 已经照顾好 你不要太高兴了 我现在 只是不反对 你们两个在一起 但是你对我女儿是真好假好 我还要看看呢 是吧 有明白 您只要不反对 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妈 妈 谢谢你接受她 谢谢你接受我的爱情 我们俩 我们俩一定会好好在一起 不让你操心 来 来 我买了今天的火车票 一会儿就回去 我不打扰你们的生活了 你们都要好好的 妈 我们在一起好好过不好吗 我们是一家人 你干吗这么着急回去啊 我实在是太想姥姥了 她也是我妈呀 我这么些天都把她放在老家 我心里过不去 我也着急 你 好了 睡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舍不得你走 以前我好想赶你走 您就是这样 不让做什么的事情 就非要做 不哭 不哭了 过了那个安检 给我发个信息啊 嗯 然后上车也告诉我一声 好了 你坐下来了也告诉我一声 我知道了 到了也告诉我一声啊 不是 你那个身份证 装好了吗 装好了呀 你拿出来再检查一下 哎呦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 你看 这 你放进那儿 你拉好啊 啊 没傻了啊 你走吧 回吧 还有啥忘了吗 好好的啊 我过几天就回去看你啊 哎 你过安检的时候 让人家帮你抬家箱子 你记得不好 我知道啊 让你回吧 回吧 啊 知道 那儿 义锦 床头有个盒子 你和周到好好的 喂 小姨 爸怎么自己回去了呀 我还说跟他一块儿走呢 行 你先忙啊 现在每天都能看到爸爸妈妈了 你们还会一起来看我的画 一起接我放学 等会儿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吃炸鸡 我太开心了 谁答应了你吃炸鸡啊 妈带你吃清淡的去吧 他们学校画展他画得最好 对吧 要不然让他再吃一次 我跟你说 秋夏 你就是我教育孩子路上的绊脚石 妈妈 他们是不是在结婚啊 你以前和爸爸结婚的时候 是不是也穿着这么漂亮的相遇群呀 我那件仙女裙 好看 妈妈穿什么都好看 妈妈 你可不可以和爸爸再结一次婚啊 好可惜 上次我没看到 这次我要做花童 我要给妈妈一路撒花 你想当花童啊 那你就不能吃炸鸡了 你吃一肚子炸鸡 你怎么穿那个小仙女裙啊 肚子鼓鼓的 那我还是想吃炸鸡 就是小吃果 妈妈 我去看看 去 我觉得咱们现在一家三口的状态特别好 我已经很满足了 当然我不是说不想给你复婚啊 我就是想说 不逼你 别给你那么大压力 你了解我这个人 很多事情我要自己想明白了 把自己说服了 才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非常了解 这两天我得回家一趟 干吗去啊 有些事情呢心里憋得太久了 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 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 妈 你跟那张晓燕怎么样了 我们俩昨天晚上聊开了 他今天咱回学校呢 算是和好了 和不和好了我不知道 但我们准备 好好了解一下彼此 重新开始呗 你就别问了 老二 年轻人的事 咱们呀也说不清楚 我不就是因为他 一上午都不见人影 我以为他俩在一块呢 就随便问问呗 我上午 陪我爸看房子去了 我爸他说他答应了 在离婚鞋上签字 不打官司 他真这么说的 我房子都给他看好了 过两天就帮他搬了 这可是个好事 那你这样就可以踏踏实实地 把身体养好 等养好身体啊 你那好日子都在后头 我来 吃点 带走呀 真是姐 大姨 回来了 你怎么也在这 明伟回来了 你别起来 别起来 真是 过了个样 大姨染头了 就是啊 易锦非让我捡头发 还染了医生 你看多好啊 浪费钱 好看 哎哟 哎哟 哎哟了 你想我想的这么激动啊 我的脖子 脖子 大姨 我饿了 那 那我去坐呀 你大姨一回来你就说饿 你让大姨歇会儿 大姨歇会儿 明白 坐会儿 先坐会儿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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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听到的 对 这事儿都是心的 哎哟 哎哟 孙黄忠 哎 他又不是我拨生日 又不是你拨生日 干嘛呢 请我们两个人 重新拥抱二人世界 对 送给你 哎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 说你爸爸给她走 我这家医生 我这家医生 你别闹别闹 你们阿姨是不是已经到家了 给我发信息了 要了 行 行 我妈跟我说 她给我留了个东西 在传播柜上 我妈送给我的瓶子 这是我昨天给阿姨买的 饮料的瓶子 那不就说明 我妈真的认可 不在一起了 给她排好 来 哎呀 鱼虾是发物 我那儿给你炖着 温补的汤呢 我还以为你回来了 我什么都能吃呢 等你好了 你想吃什么 我做什么 哎呀 李大姐这一回来 你看看 这么多好菜 这全都齐了 就差以安和一锦了 我小姨跟我姐得过两天呢 等搬家的时候 咱们就齐了 啊 吃吧 好 快吃 热 吃辣椒 辣椒 小心辣椒 你不要啊 好吃 你跟陶大蕾怎么样 还离吗 哎呀 那个郑冰 大姨 我觉得郑叔叔人挺好的 但是我还不着急这么早 把我妈就嫁出去 你发现没有 嗯 李大姨催婚已经催上瘾了 刚把他女儿给催成了 原来催他妹 我真是关心你妈呢 这都听不懂 这孩子 瞧你们这俩 谁呀 去看看 是那两个 就是咱们前两天在楼下看的那两个杂小商边那个坐马路牙子上那个 吃 吃东西那俩 嗯 钱呀 不知道啊 就是前两天在楼下溜达还说找我们家来着 有人吗 是老孟姐吗 孟显荣在家吗 找爸的 你去开门看看 我觉得他们俩是坏人 哎呀 你爸走这么多年了 还有人来上家里来 那总得去问问怎么回事啊 哎 妈 我跟你一起 想干什么 哎 你不是那天骗俺们说老孟家搬走那大姐吗 我们都打听清楚了 老孟家就在这儿二零一 你小点声 你想干什么 俺们找孟显荣 不在 不在 我们找他老伴也行 他老伴也不在 哎 来 让他们进来 我 我就是他老伴 这不在屋了吗 来 来 来 给我 上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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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进去 进去 哎 进去 来 来 你 你们 花贵 你们是谁啊 孟显荣真的不在啊 我们有话想跟他说呢 你 你们真要找孟显荣啊 那就到西山墓地 具体位置我让女儿把地址写给你们 小安 爷爷 小安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来 来 来 晚了呀 我们三千多人呢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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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孟显荣什么人哪 你真是孟显荣 他是我爸 我是他儿子 这是他大孙子 这是他曾孙子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爸去世快二十年了 你们一帮骗子 赶紧给我滚出去 我欺骗我报警 阿文不是骗子 我们是老孟显的人啊 我们是来认亲的 奶奶 您看 我爸 跟孟显荣长得是不是一模一样 胡说 你干嘛 我说你干嘛 咱们给你家子 孟显荣 你干什么呢你们 谁呀 你们干嘛的呀都是 我们是老孟显的人 我们是来认亲的 这咋又来一个女的呀 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说了算的 我们家所有女的说了都算 你说孟显荣是你爸 我是孟显荣的孙子 孟显荣是我爸的爸 那你知道我爸有个规矩吗 凡是登门求见的人 必须说清楚自己姓什么名什么 干什么的从哪儿来的 像你们这种贸然闯入的 他一概不见 那是对外人 我们是他的亲儿孙 老说是亲人 拿证据出来呀 亲子证明 出生证明 或者我爸的书信都可以 我爸 籍贯山东 以前他是个教书先生 我三岁的时候他离开老家 后来听说 去了个渔村教书去了 我妈 刘书彦 和我爸都是孟家村的 我们正是堂堂正正的孟家子孙 孟显荣走了一辈子 他薄金寡义 对我们不闻不问 我来就是想问问他还有没有良心 喂 我到家了 家里有几个男的不认识 你带几个人过来 行 我把地址发给你 爸 要不咱走吧 不是 爷 再赶紧走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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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回去也可以 那我们大老远来 有些事你得给个说法 下楼等着我去 那 那一程 走 走 你理他干吗 我下去趟 你 你注意安全啊 没事 我 我跟着 晓忆 老爹 怎么愣神呢 他们说的那些信息 确实都和老爷对得上 什么意思啊 娜娜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记住了 就是姥姥陪了老爷一辈子 最后把他送走了 他是我们的好父亲 是你的好老爷 谁也改变不了 我知道 妈 还是不说话 她一直都不说话 你说妈 她 她到底是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啊 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这事 我也不敢问她呀 她那脾气 今天这个样子 我还是头一回见着 脸色沙白沙白的 以前她在厂子里管着几百号人 给爸做手术签字的时候 都没这样过 好吓人哪 挺乱的 不说了 烦死了 叶剑 妈 你说什么怎么可能 这姥爷都去世快二十年了 而且突然出现什么儿子 孙子 曾孙子 这无凭无序的来认清谁能信吗 姥姥怎么样 姥姥没吓着吧 今天得亏你小姨来了 要不然这家里头几个男人 真搞不了 吓死人了 妈 那姥爷 姥家到底是哪儿的呀 我们小时候也问过她 她说那时候年轻战乱 家里没有人了 背进离乡之后也没再回去过 我再后来她就生病了 也记不得什么了 那也不能由着她们一张嘴 胡说八道 我觉得 这个事 十有八九是真的 真的 怎么可能啊 你为什么我这么觉得啊 你觉得咱们家二姨和小姨 谁跟你姥爷长得最像啊 姥姥不是说小姨最像吗 那我也没觉得有多像 这是什么关系啊 你跟娜娜没见过你老爷年轻的时候 我今天一看就看出来了 我估计你姥姥也看出来了 什么意思啊 你这不是说话 还不是说一半啊妈 今天进门 那个男的一看就跟你姥爷一样一样的 还说什么孟家村啊 他一说这个话我心里就一沉 我觉得可能就是 是什么 是你姥爷的亲儿子啊 我 我挂电话了啊 我去忙去了 妈呀 怎么了 是姥姥 我们明天一早回去吧 回来了 那些人走了吗 走了 妈怎么样 不说话 我去看看 嗯 我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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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具体情况我问过了 爸和那个人 就是以前那种 那种包办婚姻 没有什么感情 后来爸追求进步 离开了家 离开了那个家庭 情况就是这些 人还在 不在了 说是今年走的 就是因为遗嘱里 提到了要跟爸合照 他们才找过来的 爸 我看那些人啊 嘴里也没有一句实话 你就别太往心里去了 妈 有目的来的 赶不走了 来就来吧 这个事也该了断一下 今天晚上我陪你睡吧 不用了 我自己待会儿了 老孟哪儿 还记得吗 我问过你 等老孟哪儿 等老了的时候 咱们埋在一起 行吗 你说行 我又问你 这辈子 这辈子 你就不回乡下老家了 遗憾吗 你说 不遗憾 不遗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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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